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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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快撤 快撤啊 撤啊 怎么这样 跟着我去救伤员 走 来吧 姐妹们 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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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医 好 三十一盘到了 同志们 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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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子珊 有一个上缘 好 来 坚持住 防护上缘 防护上缘 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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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大 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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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军长 大大某 陈医同志 怎么样 我们很好 看看 让我看到了红军必胜 敌军必败 大某 也应了你这句话 猪毛不分家 搞不好会被敌人消灭 说得好 我赞成 不过唯一遗憾的是 今天是除夕 如果能再打一个胜场 那等于辞就赢新了 陈医同志 你好大的胃口啊你 不过 你的愿望很可能实现 此话怎讲 我们在分别的时候 朱军长让我选派几位得力干部 去前方侦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 射服打歼面战的地方 来 如荣凯同志 到 包围员 朱军长 陈主任 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好消息 向朱军长 陈医同志汇报一下 有 前方二十里处 有个地方叫大柏地 极其适合射服去监敌人 大王 说来就来啊 是啊 这样吧 我们就到大柏地去 实地考察一下 好 走 走 大王 怎么样 陈医同志 你的意见呢 要是诸葛孔明在世的话 一定会把这条峡谷 作为火宫的首选之地 柔仁环同志 你丈量过这条峡谷的长度吗 没有 可是我曾经问过当地的老表们 他们说这条峡谷至少也有十几里 十几里 朱军长 国军的行军间距应该是两米吧 不是 十一米 十一米 十几里 一米 十多里长 就算五千米 再加上炮车马队 这峡谷至少能装下两千人 老毛啊 我告诉你啊 国民党军队啊 行军的规定 那应该是两行 两行 那就应该啊 至少能容下四千人啊 刘诗义的一个团有多少人 应该是一千五百人 不过 如果减去他们追缴我们时的损失 应该还有一千人作用 换言之 这个峡谷能装下刘诗义的两个团 没问题 陈毅同志 请你和罗仁环先在这里 当一个小时的避马温 怎么样 你们去哪啊 这样吧 陈毅啊 我们四个人一起 再到山顶山去看看 好不好 好 走 走 这就是大摆地的峡谷地形图 二十八团负责入口隐蔽待命 三十一团在峡谷的出口隐蔽待命 中间地带 由军部 直属各作战部队 在此隐蔽待命 大家记住 一旦接到我 发出的作战命令 林彪 朱云青 立即负责 扎死不带口 我洪四军全体直战员 要像蒙虎下山一样 将峡谷中的敌人 全部见面 大家对朱军长的讲话 有什么意见 尽管提出来 朱军长布的这个口袋阵 很完美 可是 我们如何 才能把敌人装进这个口袋 对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不用担心 不用咱们朱军长刻意去引 这刘士义一定会来钻 咱们朱军长布下的口袋阵 咱们这些天 跟刘士义打交道还少吗 对他是了解得很啊 尤其是我们在镇下村失利以后 这刘士义现在是气眼嚣张 而当我们在瑞京城郊突围之后 就料定他一定会亲近 就算他不来 咱们的朱军长 也会采取钓鱼的办法 让他上钩 为什么这么说呀 据俘虏称 刘士义的两个团 现在离我们有三十里 而且还扬言 大年初一 杀猪拔毛 莫远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杀他这个老猪 拔我这个老毛 同志们 咱们得感谢刘士义啊 而且我还要表扬他 因为他至少没有离间 我跟朱军长啊 所以从今天起 我带头说 没有猪 哪有毛啊 好 下面请朱军长继续下达作战命令 小客 你和全联的指战员 要受点委屈了 是 因为你们不能 和全军的战士一起 吃年夜饭了 记住 跟战士们说清楚 等我们 消灭了刘士义 回来之后 我亲自给你们摆庆功宴 是 朱军长 指战员们 跟我提了 设服需要时间 打服机需要力量 战士们 有好多天 没吃过一顿饱饭了 我看 能不能破个例 让战士们吃顿饱饭啊 为了大摆地的最后胜利 这个问题啊 我看 还是请毛委员来回答吧 那我就说了 好 同志们 今天是大年三十啊 这老百姓和地主老财 都跑到这附近山上去了 所以家里呢 都留了很多的年货 地主老财家的年货 我们是照吃不误 可是老百姓家的 能不吃就不吃 实在要吃 一定要给人家 留下一张条子 大意是 红军吃了你们家的年货 等我们回来之时 凭此欠条 可以领银元一块 好啊 老毛 你说说吧 部长 好 好 同志们 过年了 这是我们离开 井冈山之后 迎来的第一个春节 在过去的 一九二八年 我们实现了 井冈山珠毛会师 壮大了我们革命的队伍 新的一年到来之际 我祝愿 我们明天的初生 出师大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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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今年过年 大家 可以大口地吃肉 这酒呢 就等咱们 回来以后 改庆功酒 同志们 快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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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完成 朱军长交给我们的任务 发敌人一金大百地 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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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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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老毛 刘士忆这家伙 会不会不来了 我算准了他会来 他一定会来 来是会来的 真是来得晚了点 同志们的肚皮都饿扁了 如果昨天我下命令的时候 再补充上一条 把地主老蔡家的美酒 再带上两瓶就好了 哎呀 别提了 这时候啊 有能喝上两口酒 那可就太 陈一同志 这酒 真的有那么大的取暖功效吗 你没喝管 老毛 当年我们在法国 冷的时候 几个穷学生凑点钱 买瓶劣质的葡萄酒 最得凭人喝上两口 哎呀 那从嘴暖到心里去了都 注意隐蔽 快 同志们 把包袱全给我扔了 快 快 走 走 走 朱军长 嗯 我听说你不仅在法国喝过红葡萄酒 而且还在苏联喝过福特加 有这事吧 那是肯定的 我听说福特加这酒可是很烈啊 比陈一说的红酒 可厉害多了 那你为什么不讲呢 嗨 这军人要看实际行动 不能干得妄为之渴的事啊 说得好 来 你们看 哎呀 妈呀 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江西干州白酒 老朱啊 张贡王 没听说过这个酒啊 嗯 不知道 那我考一下二位啊 你们说在古代有没有这个干字 你知道吗 老朱 嗯 不知道 嗯 我的考证是没有 我再问你们啊 是张水供水早呢 还是干江早 张水供水在先 而且是干江的上语 嗯 嗯 那我再问你们啊 你说这个干字 是由张字和贡字组成的对吧 哦 所以干州出的酒 就叫张贡王 哈哈哈哈 老毛是个秀才 一肚子历史文章 哈哈 我本来也是不知道的 但是为了在干南建立革命根据地 不得不把这个干字的由来 搞个清楚 报告 敌人就要进入大摆地了 好 小龙 奖励你给我们带来喜讯 来 真许你喝上一口 嗯 共军都下破打了 兄弟们 给我追 走 你先来一口 报告 嗯 萧连长已经把敌人引进山谷了 好 知道了 老毛 陈一 我们到真地上看看 走 好 想起来 elephants �와 这条云的鱼头已经露出来了 鱼身子和鱼尾还没游进来 也就是说 这是刘士义的先头部队 我有个主意 一旦开战 就命令全体士兵冲到谷底 和敌人近距离肉搏 这样虽然可能会有些伤亡 但是总比我们趴在山谷里 挨低机的轰炸要强得多 看到了吗 敌人已经进入谷底 做好战斗准备 是 回去 一旦战斗打响 我们就要毒死出口 去 传令下去 是 报告 敌人队伍已全部进入山谷 好 知道了 告诉林彪 一旦开战 让他扎紧不带口 快去 是 传令 进入阵地 是 全部进入阵地 敌人队伤 好 好 老朱啊 你不会还是老三样吧 这一样 等着瞧吧 让你再看看新鲜的招数 这就是信号 准备 准备 撤 撤 快撤 快啊 同志们 辅助敌人的退路 一个都不要放手 冲啊 同志们 冲下山区 毒死出口 毒死出口 冲啊 快 把炮兵阵地毁掉 快把炮兵阵地毁掉 猛员 二十八团 三十一团 已经把口袋扎住了 好 就到了 开音 时候到了 我们俩冲进去 小龙 到 命令你 保护好猛鬼猿 不许凶查错 是 同志们 冲啊 走 走 小龙 跟我冲上战场去 猛委员 不能去 助记斩说我要保护你安全 战斗这么激烈 我要跟同志们在一起 走 猛委员 多元 同志们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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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委员 猛委员 小心 同志们 同志们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同志们 猛委员来了 考验我们的时候 到了 绝不能放走一个敌人 共产党人 为劳苦大众打天下 是不怕死的 胜利一定是赎赢我们的 秒杀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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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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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达令 晚上好 晚上好 哎呀 是什么喜事还要让夫人亲自下厨啊 不是我有什么喜事 而是为了达令提前庆祝江西角贡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哎呀 你说说起这大摆地打了一天一夜 可战斗到现在还没有结果 达令啊 这打仗又不是做饭 半天时间就有满桌的成果了 夫人说的有道理 来 先给我倒杯橘子汁 今天是特别的日子 达令啊 一定要喝特别的法国波尔多产的葡萄酒 喝酒 哎呀 这牛排配红酒 倒不如配我的黄浦蛋呢 哦 红酒配黄浦蛋倒也是一项发明啊 要不要让厨师长给你做一份呢 不不不 不会用了 干杯 请稍等一下 我是蒋中正 你说什么 臣是无能 无能至极 达令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说说看 用两个团的兵力去追缴共军的残余 可是在大白地却被共军给歼灭了 什么 这是打的什么仗 达令 不要生气啊 赶紧想办法补救于万一吧 夫人说的有道理 给我接何英卿部长 总司令 有何事与 一定要把这次失败的原因给我查清楚 是 另外 要把贵系 李宗仁白崇席等反对中央的情报 也搞清楚 咱后再开军事会议 是 另外 宁湖两地的新闻记者 都云集在国防部的门前 等待我们发布有关 大白地战役的消息呢 这样的话 也需要我来教你怎么说吗 取得完全的胜利 详细数字正在统计之中 可是这样说 这一切都要从维护中央的角度 去考虑该说什么话 可是这个 真假 首先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 打仗 你知道兵不厌诈的道理 那把我告诉你 这也适合于应付民众 迂腐 达领 夫人 对不起 你先吃吧 达领 达领 难道这是天意吗 看来 只能将竹毛共军 暂时交给赶南闽西的地方武装了 我赞成总司令的意见 那好 再谈谈贵系方面的情况吧 好 据可靠情报 贵系已经做出了决定 大意是 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 要用武力对抗中央 这就是疯传的所谓 蒋贵之战了 对 好 既然这样 我们也分两步走 一 他在元宵节前完成所谓的相变 我在元宵节之后 呼吁各界 发动一场强大的政治攻势 这很有必要 其二 命令第一集团军各主力师 于三月三日完成出师准备 是 校长 据上海方面的消息 都在租界中的共党要人 又在蠢蠢欲动 我送你四个字 战草除根 今天的会议啊 有两个内容 一 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 虽然在大百地取得了伏击战的胜利 但是 他们依然没有在干南落脚 我们党必须要给他们指示啊 二 蒋桂战争的前奏相变 已经拉开了大幕 我们党应该做些什么呢 下面 咱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杨宁啊 你是中央军委书记 你先说 好 那我就说两句 我跟恩来同志曾经在二月份 给红四军的前尾送过一封信 内容有两条 这第一呢 客观条件 不适于大部队活动 应该化账为零 分散活动 这第二呢 鉴于毛泽东朱德二位同志 目标太大 应该调离红四军 转递学习 我个人认为 还适用于今天 红四军离开干南去闽西 困难将会变得更大 因为这里是客家人 朱德毛泽东是外来人 语言不通 很难有所作为 另外这里的党舰很差 群众基础也不是很好 很难落地生根 一旦遇到当地的民团 土匪 这情况 就会非常危险 在蒋贵战争爆发之前 应当坚持中央 二位写给红四军方面 那封信的方针 大家有意见吗 没有 那好 接下来咱们研究第二个问题 面对即将爆发的蒋贵战争 我们党应该做些什么呢 谁讲 我来说说 好 从共产国际运动的历史看 大凡敌人在矛盾四伏 或相互素质战争的时候 就是共产主义运动 兴旺发达时期 没有世界范围的战争 就不会有苏联革命的成功 没有北洋军阀混战 也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实际 蒋介石和李宗仁 即将拉开新军阀混战的大幕 这正是我们共产党人实现城市为中心革命的天赐良机 我赞成李三同志的意见 我也赞成李三同志的意见 我也赞同 那我们讨论一下该从何起步 我看就不用研究了 中央下令让各地方红军立即攻打城市 成为城市中心革命的导火索 可是目前来讲 全国有规模的只有红四军 可是他们还没有力量去攻打大城市 那咱们就从大中城市发动 再在上海搞第四次武装起义吗 我们没有武装 搞全市的罢工罢课 和示威游行 又是流血被捕 恩赖同志 谈谈你的看法吧 我们除去要提高 公认阶级的觉悟和文化水平 还应该放手发动 有影响的教授和社会贤打 当然 也包括我们党内 犯过错误的 有知识 有影响的那些同志 组成一支 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文化大军 这个比发动工人起义难多了 历山同志 我们为什么不向革命先驱 练您学习呢 他把不理解十月革命的 大文豪高尔基变成自己的朋友 把一些资产阶级的科学家 艺术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为新生的苏联社会主义祖国服务 这是多大的胸怀和智慧啊 你是组织部长 就由你带个头吧 安莱同志 我考考你啊 你知道胡鄂公这个人吗 他是北洋政府的遗老 也是守长同志任北方区委书记时 发展的党员 守长同志牺牲以后 他出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 不久 市委书记被捕叛变 他弃家南下 在孔乡新府中当客亲 陈哥 我说的对吗 您是我们的组织部长 自然知道胡鄂公这个人了 据说他最近情绪不大好 是啊 可能最近因为挫折而受到了影响 不过有意思的是啊 他的一位好友 也就是今天晚上你要见的这位大人物 他要做当今时代的弄潮儿 公然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知道 你们做不了主 就请我出面和他谈谈 这就是严格组织纪律性了 值得表扬 弹恶送手当公事 愿意美和 杨先生 客人到了 有请 有请 杨先生 你好 这位是 不用介绍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希子先生 我是高山上到马桶 昼名远阳 不要这样说 我记得中山先生 从赵氏海内外 此番来归 至见今时 信物以往事见仪 没想到 没想到 您一定没想到 周先生不但是践行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忠诚弟子 而且还深知中山先生对您的评价 所言及事 所言及事 解销 谢谢 淡鹅松树当公事 愿与梅花结后缘 好啊 写得好啊 只不过是我心静的真是写着把了 诗言志嘛 从先生的这幅对联 我又想起了先生写的另一幅晚联 事业本寻常 胜骨熏燃 败以可喜 文章久凌落 人皆欲杀 我独连财 没想到初次见面 周先生令我刮目相看 刮目相看做不到啊 我只是喜爱杨先生文章的一名普通读者 不过我认为 从你这幅晚梁启超先生的诗连礼能看出来 你不仅公允地评价了梁先生的一生 而且也是对自己一生追求的评定 是 请坐 好 上茶 来来来 请 请 杨先生请 请吧 好 今天请先生来 请等一下 我如果这么形容 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我今天来 是与先生谈 与梅花喜结后缘的 非常合适啊 而且说出了我的心境啊 不过 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 但不知梅花 愿否和我这样的人 结后缘呢 我只能这样说 当年 你和首长先生 是有缘分的 只是因为后来首长先生遭遇不幸 使得先生 暂时失掉了后援的机会 至于你当年变卖金城佳业 营救首长先生的一举 我们都为之动容啊 哎呀 区区小事 合足挂齿啊 为情 为友 为意 都是我应该做的 杨先生 我是相信 有缘千里来相会这句话的 也请杨先生相信 有朝一日 先生必能与梅花喜结后缘 啊 啊 啊